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選擇籌碼強勢股超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上禮拜五的美國股市 四大指數到從納斯達克 S&P500還有費城半導體 同步的創下歷史收盤新高 繼續再創新高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當然也受到了激勵 上禮拜五美國再創新高 今天台北股市出現一根開高走高的紅黑棒 上禮拜五其實台北股市已經表態了 上禮拜五的台北股市 在台積電的帶動之下漲了218點 今天繼續漲 不過大家今天感覺上 老師今天漲什麼 今天漲感覺上傳產股 漲的是低基期的股票 例如說鋼鐵 例如說航運 電子類股 老師電子類股比重又回到六成以下 主流會不會又在換 我們這樣來看 今天成交量夠不夠 今天成交量不小 有3700多億 就量來看 成交量變大了 雖然比重有些少對不對 例如說電子類股的比重 回到50幾%了 不到六成了 可是因為成交金額變大了 今天是3700多億 不是之前的2500億 2800億 3000億 現在已經3700多億了 所以資金變多了 雖然比例變少 但是我個人看法 目前是資金在類股裡面 做健康的輪動 所以盤勢來講 真的不錯 因為其實在上禮拜 甚至在10月中 我在節目裡面 在我的大世界話 都跟各位分享了什麼 這裡吧 各位應該還記得吧 10月14號 機會來了 來 10月14號在哪裡 10月14號在這裡 還沒有長空的前一天 所以隔天我們是買在 買3035自圓 各位應該有印象 在這天晚上我說 機會來了 要開始做功課 我們買了3035自圓 就這天隔天 14號說機會來了 晚上做功課 我們隔天買了自圓 但是自圓呢 這天平昌訊號出來 我們賣了 老師之前最近很弱 所以操作上 你一定是買在起上點 然後抱它一個波段 然後轉弱來賣掉 我在節目裡面 也公開了 我們自圓在上禮拜 我們就平昌獲利出場 我沒有辦法賣在最高點 但是我在當時 在節目裡面說 你跟著我們在節目 看了節目 你買了自圓 可能你抱不到那麼高 你可能賺個10塊20塊 就跑掉了 但是我們扎扎實實 獲利大約六成以上 所以操作上 你當然要有一個方法 第一個 你要買到強勢股 像上禮拜 我跟大家分享的 要完成一個操作 當然要會買 要會賣 但是還有中間的過程 中間的過程也很重要 我待會要跟各位分享 我們看 先看大數據 今天大盤 漲了218點 上禮拜五漲218 今天漲118 雖然差100點 可是你看 老師今天平仓 你看多頭起漲13檔 平仓14檔 所以怎麼樣 多頭少了1檔 但是空頭 空頭因為平仓變多了 平仓了8檔 起跌3檔 所以空頭少了5檔 多頭少1檔 兩種都變少 那大數據呢 大數據各位來看看 大數據分數更厲害了 大數據的分數 上禮拜五是89.8 今天變成 哇 已經變多少 變91.8了 當時我不是說嗎 這裡 你看 分數都來到這裡了 在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跟各位說 那時候8的幾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圖 我等一下給各位看圖 因為10月14號 我的大小話不是說嗎 機會來了嗎 那11月4號呢 我都在起上點跟各位分享 11月4號 上禮拜四 說時間近了 準備漲了 上禮拜四就在這裡吧 對不對 這裡啊 在這一天我說機會來了 隔天藏紅 在11月4號我說時間近了 隔天又藏紅 剛好都在關鍵的點位 關鍵的時間點 所以你看喔 11月4號晚上大事業化 跟各位分享什麼 當時大數據的分數88.9 對不對 那這裡的分數呢 17600多點了 當時分數才66.9 所以我說啊 這個壓力區啊 它遲早會過了 而且就要過了 因為時間近了 這是11月4號跟各位分享 晚上大事業化 就11月5號呢 壓力區就過了 那昨天晚上我在大事業化 跟各位分享了一個觀念 因為 昨天下午吧 昨天下午跟一位新會員一對一 那因為上禮拜五 有跟他聯絡 那我 針對他的股票 給他一個解決的方案 所以我說 這樣子吧 禮拜天看他什麼時候有空 我打個電話給他 所以我昨天下午 傍晚吧 我們約五點 我打電話給他 他當時正在散步 那其實就是操作的觀念 因為他手上 確實有一些套牢的鋼鐵和航運 身上大概也只剩下100多萬 其他都套牢的股票 我說你套牢的股票先不要出 老實說很怕反彈起來又結束 我說你放心 目前這些股票它會漲 它總會輪得到 所以你不要急著出 我跟你講要出 你再出 還好沒出對不對 陽明海雲今天漲停板 今天它的鋼鐵股也上來了 雖然維持率還是滿緊張的 不過我有跟他講 你既然用融資做 下次你要知道融資的風險 因為槓桿倍數更高 2.5倍 比一般的所謂的現股的持股來講 那風險是2.5倍的大 賺10%等於賺25% 賠10%也賠了25% 所以他說老師我知道了 那我昨天下我跟他講 我說你鋼鐵航域先不要出 鋼鐵航域先不要出 鋼鐵航域先不要出 那資金留下來 禮拜四禮拜五我們經照會員 要買股票了 跟著我們經照會員買新的標的 但舊的股票你先留著 先留著 因為我個人看法它總會輪到 結果今天真的輪到 因為他昨天有問到 老師禮拜五對不對 禮拜五漲200多點 漲你版才19家 那這個盤是不是大戶在出貨 趁大盤漲對不對 大戶在出 我說你可能只看到表象 因為其實每一次 我昨天大世界化做了一個統計 我也給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因為昨天的表格可能比較複雜 所以我今天用解釋的 因為大家都認為 今天長紅大漲應該漲停板的 應該比較多 大家都買指數漲那麼多不是嗎 隔天跌 哎呀漲停板加速應該很少 因為大部分都在出貨 其實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昨天大世界化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麼 你看 這是上禮拜五對不對 漲了218點 就像我的會員說 老師漲停才19檔 禮拜四跌43點 漲停板有26檔 為什麼會這樣 明天就是這個禮拜一 明天會不會當指數拉回的時候 漲停板加速大家都拉跑 我說不是 我昨天大世界化說 今天即使拉回 漲停板加速還會比19檔還要多 當然今天沒有拉回 今天漲停板加速有25檔 我來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你看這裡 這跟長紅是10月15號 我剛剛不是說 機會來了是10月14號在這一天嗎 10月15號果然長紅大漲了393點 有沒有 這一天大漲300多點 漲停板加速才28檔 隔天是跌75點 漲停板加速也不遑多檔 也有27檔 你以為跌75點就沒有漲停 跟漲300多點的漲停板加速差不多 好 這是10月 那10月26號27號你看 當天一根紅棒突破了 突破這個反彈來了最高點 來挑戰季線 漲140點 漲停板才26檔 隔天只漲40點 少漲100點 漲停板變成34檔 有沒有看到 所以重點不是漲 大盤指數大漲 漲停板加速就會變比較多 往往在漲洪 因為出現漲洪一定是全子股帶動 一定是在重要的關卡 例如說止跌訊號 或者是壓力突破 或形態整理突破 或者是壓力要站上 這些關鍵點 一定要全子股帶動 例如說台積電 或者是全子最重的 台積電 紅海聯發哥 這些全子股帶動 甚至有時候是金融股 把指數突破 衝關改變形態 當這些全子股工程 升退之後 指數可能進入整理對不對 或者是還漲 漲一天 漲兩天疊一天 這樣區間震盪慢慢往上 因為趨勢改變 可是反而在震盪的時候 漲停板加速會比較多 大戶反而比較容易進場 當每一次長紅出現的時候 反而你看到了 漲停板加速比較少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今天漲停板加速 比昨天多 漲點數少了100點 意不意外 不意外 今天其實很正常 即使今天大盤是小跌 我也相信漲停板加速 還是會比上個禮拜五還要多 這些有趣的現象 也在大致計畫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 昨天那位會員 昨天那位會員也說 老師 因為他也買了軟體 那軟體呢 就是跟著我們系統操作 他說老師 就像我上個禮拜 在節目裡面說的 其中另外一個會員也在問 很多會員在問 老師 那個元宇宙概念股 紅塔電 我沒看到籌碼 為什麼系統有訊號 所以我記得上禮拜五 在節目裡面也跟大家分享 因為一檔股票要漲 當然一定 就像我常說的 一定要有籌碼在裡面 至於說那個籌碼是誰呢 是三大法人嗎 一定是外資投信信商 或者是其他的人 當然有可能是公司派 阻尼業類大戶 這些資金怎麼找 這些籌碼怎麼找 這個就很難跟 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說清楚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多 複雜的公司的運算 所以因為你看 你要找出全市場 將近900多個券商分點 每一個分點這些大戶的 交易習慣 交易目的和交易行為 那真的很複雜 你不得不把這些工作 交給運算快速 資料匯整 能力超強的電腦來處理 因為人沒有辦法 對 我教了他 籌碼打分數的方法 你快幫我算 然後當算完之後 有籌碼的分數對不對 就像我說的 要評鑑一個考生 例如說或者這檔股票 你要評鑑一檔股票 絕對不是今天漲停板 就表示他是好的 那今天大跌 跌個5% 3% 就表示他弱的 一般來講 一定要有三個面向 就是什麼 量價籌碼 要透過量價籌碼來精算 因為籌碼真的很複雜 因為還有投量比 我們之前也講到投本比對不對 其實我們還有算投量比 投資買賣超裝數 這樣今天成交量的比重 真的很複雜 這麼多 有不同的分數 量的分數 價的分數和籌碼的分數 加權平均之後 才得到了我們的總分 就像考試一樣對不對 國因素歷史地理公民 國因素理化 這些可能看你要參與的哪個科系 他可能加權的科目不一樣 然後來評斷這個學生 能不能符合進入我們科系的資格 其實考試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其實我們在選擇股票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需要選擇一個 能成為標股的資優生 像前兩天上禮拜吧 上禮拜跟我們的資訊員在討論 也跟我們的會員講 因為資訊員說 老師那個個股的分數 要不要給會員看 因為不是有評分嗎 我說如果給會員看的話 他可能就會 因為我們評斷是95分出現訊號 老師那我就選98分的好了 我選99分還有100分的 可能還有102分的 那是不是選最高一定會最標呢 那就我們的經驗來說 達到95分以上的水準 他變成標股的機會就很大 但是至於說 是不是105分的最標 還是95分95.5的 最比較不會標 那可不一定 我這個地方也跟會員說明一下 所以 你不一定要看到他的分數 因為 那分數不是絕對的 他是個相對的 那重點是 他如果達到了那個 所謂的門檻 資優生的門檻 就像宏達店 我當時不是說那會員嗎 那新會員說 因為新會員很多 這是其中一位新會員說 我記得在節目裡面跟各位分享 他變成操盤手的經驗 他說老師 我也不曉得什麼叫元宇宙 對不對 當時他就買了宏達電 而且他說 老師我不只買了宏達電 我連威盛和威術都買了 那元宇宙概念股 當然最近很夯 上個禮拜有一些震盪 很多人會告訴你 這個沒有賺錢的公司 不要買 不要再追高了 風險很大 對 如果你買了起帳點 就沒差了 因為他迅速脫離你的成本 你可能不用 不能追高 可是你看 最強的股票 不是就是三檔嗎 今天這三檔 還是有漲停版的 宏達電 威盛 威術都漲停 你看我那位新會員多開心 對不對 我節目裡面 是不是在上個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 在這裡就跟各位分享 是不是 你看宏達電 四十幾%了 我今天的%數還沒寫 到16、28號 62塊多 來 29號 65塊6 1號 72塊1 64% 70%看來很多了 對不對 74塊8了 已經漲70%了 來 來 今天 漲停版70塊 高點又過了 今天的%數忘了寫 之前74塊8到70% 今天漲到77塊不是更高了嗎 是不是超過70%了 威盛呢 來看一下 3號 4號 大家都說不要買了啦 高檔了啦 沒有賺錢的公司啦 今天威盛也漲停版了 76塊半也創新高了 所以按照系統的訊號來做 你看喔 系統這段期間有沒有紅色箭頭 都沒有對不對 這裡才出現啊 那不是買到這裡最漂亮嗎 對不對 位數也是啊 是不是 平台這裡剛突破 這段期間有沒有紅箭頭 都沒有啊這裡有 是不是 位數3號 5號 今天位數也漲停耶 是沒創新高差一點點 收36塊8.5 最高37.5 看起來明天就要過了吧 三檔都漲停 那想到會員多開心啊 他之前就跟我說 老師我除了有紅達電之外 我衛生和衛術都有耶 老師我 我不知道元宇宙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概念 可能大家都分享 哎呀這個到實質獲利可能五年之後咧 可是股價永遠是反映未來 所以操作上很簡單嘛 因為迅速脫離成本嘛 老師萬一明天跌停呢 明天跌停沒有平常訊號續爆啊 那如果出現平常訊號呢 出現平常訊號 會員也賺爆了不是嗎 是不是 就很簡單的概念嘛 如果買在起帳點 跟我們系統的訊號同時進場的話 那不是賺翻了嗎 即使未來它跌下來了 因為很多時候哎呦老師你這個高檔要小心 OK啊 我也可以小心啊 因為它迅速脫離成本嘛 它轉弱了 它平常訊號出來就賣掉 就像這個30354元 對不對 它是不是一路漲 從100 我們買了130幾 漲到210幾 那這裡賣掉嗎 195幾賣掉啊 對我沒有賣到最高2185 不是神啊 但是從這裡進場 到這裡出場 也六十幾塊耶 六十幾塊喔 六十幾塊喔 能不能賣最高 不能 但我賣到轉弱點 所以買股票買哪裡 買在起帳點 買在轉折點 賣哪裡 賣在轉弱點 不是賣最高點 如果你每天希望 你的股票買在最低賣最高 你肯定是低檔 一路低接 高檔賣完了之後 股票還在漲 我說了對不對 你想要拆高點嘛 賣完 還漲 還漲就做空 所以為什麼很多強的股票空單那麼多 就像宏達店 空單很多呢 今天創新高怎麼辦 所有放空的都賠錢 這就是忍性 所以操作上 這些觀念 我都是哪裡 都在 大師又要跟各位分享 對不對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戰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ght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好朋友 因為這些觀念 都是在每天節目裡面跟大家分享 要成就一檔股票 要成為一個操盤手 你一定要有一套你自己的方法 就是我說的 除了買點之外 你要會選之外 賣點當然也很重要 可是中間的過程不重要嗎 當然重要 如果你每天看的 例如宏達店 威盛 位數這三檔股票 有沒有震盪 當然有震盪 震盪的時候 我上禮拜才說 會員們你要做所有的盤中價差 記得是急漲的時候賣 不是早上漲了5%沒賣 現在變成跌5% 趕快賣好像還會更低 因為你賺錢了 所以你可能是沒關係 反正有賺錢會賣掉 往往在盤中震盪的時候 會容易賣在低點 要做價差記得是往上賣 然後隔兩天如果殺下來 再把它撿回來 這種才是做價差的方法 如果各位你沒有辦法準時 兩點收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很簡單 你一定要做就是什麼 訂閱我們籌碼大師 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回來 但是我要去唱歌 太過分了 那是我的位置 我知道都是你搞的鬼 如果你敢傷害我女兒 我也不會讓你女兒有好相處 我也好想住 加克拉皇宮這種的 媽就算要賣掉半顆心臟 也一定會讓你住在這裡 她將不會強勢 腹黑反擊 Penhouse上流社會華麗增場 靈活保健第一品牌 消費高手好關鍵EX 獨家六校雙軟股 行動迅速超有感 才能榮獲世界品質大漲 快速有感喔 泳城國際投顧 秉持誠信 專業 客戶智商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顧 擁有完善制度 頂進硬軟體設備 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精益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領域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領域投資的 不二選擇 泳城國際投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泳城國際投顧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三次 發現台灣 GO 發現火力 也發現 一味 所以我選擇 一齒零抗菌EX強力消臭 超越日賽等級除菌除透力 一齒零抗菌EX強力消臭 讓我安心發現台灣 提升型腦頭不痛 白花油 被文扯咬一口不怕腫 啦啦啦啦 玩影白花油 有人在嗎 救命啊 您好 我是足跡總部的統計訪查員 政府透過每月人力資源調查 掌握就業與失業的狀況 作為施政根據 我是訪查員 請支持人力資源調查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抽馬大師 上週朵跟各位分享 其實在上個禮拜 甚至在10月中 我就跟各位分享 大盤機會來了 大盤時間近了 結果大盤果然如玉璽 我們提到機會來了 大盤可憐長紅 提到時間近了 大盤繼續長紅 當然大盤這兩天往上走 可能大家擔心 老師最近這兩天 都漲低檔的什麼 船產股 航運股 鋼鐵股 電子是不是沒機會了 我的看法倒不是這樣 我的看法是 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資金 現在的成交金額 成交量變大了 所以雖然資金比重 稍微低了一點 但是它能照顧到的層面更大 因為量變多了 所以我個人看法 目前是在資金的輪動 並不是主流馬上又從電子 換到航運和鋼鐵 當然航運鋼鐵 我也很開心 這些股票能慢慢慢慢上來 因為太多頭頭套得很深 就像我剛提到的那位會員 昨天下午5點 我跟他一對一的時候 對 我就跟他講 今天不要再出了 因為他有軟體 所以他看了軟體之後說 老師啊 只要看著軟體做就好了 你看他的陽明 他有跟我說 他有陽明要萬海 你看2603 2609 都是做空訊號 有沒有看到 空空空空 哪裡做到 這裡 這裡幾月幾號 這裡是10月29號 有沒有看到 那這裡都不用碰他 你這裡再做多就好了 今天過季線 再一個加碼訊號 2615也是吧 對不對 他出現做多訊號 比較晚了幾天 晚兩天 他11月3號出現翻多訊號 本來空的嘛 那今天也一個加碼訊號 就像那位會員說的 哎呀老師我照做就好啦 當時他買我們軟體 加入所謂的軟體會員的 他的邏輯和心聲就是 手上股票好多 然後套了很慘 看了之後發現 老師找這個賣一賣就好了 那前幾天再買回來 價差有夠大 而且老師我真的不太敢用融資 我說用融資不是不可以 那趨勢對的時候用融資OK啊 那趨勢錯了你還要硬要融資 那只好只有被追腳斷頭一塗 沒有別的辦法了 所以用融資更要能夠散射停損 所以系統帶回去照做就好了 最難的是什麼 這個啦 人性弱點 趨勢對的時候抱不住 趨勢錯的時候捨不得 你趨勢錯的時候才抱得住對不對 我講得不錯 趨勢錯的時候 空到強勢股 買到弱勢股的時候你就抱很久 希望哪一天會解套 那趨勢對的時候 早早就賣掉 這就不是贏家的操作 贏家的操作就是 對的時候抱一段錯了賠點 這樣才會成為贏家 所以你看嘛 剛才給各位看的 今天宏達電 元宇宙概念 宏達電漲停 創新高 威勝 漲停創新高 位數漲停 創下縮盤新高 你需要多很多東西嗎 不需要 因為我們系統幫各位 量價籌碼都算好 你不用懂元宇宙 但是你一樣賺得到元宇宙的錢 而且你可以買了幾張點 這就是我幫各位選 這樣這張股票趕快跟上 今天剛好拉下來買點 這張股票我們已經上車了 你趕快跟上 訊號出來 所以運用大數據 挖掘提升各位財富的情況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自負三線 成為自負贏家 我們明天見 了 年輕鬆 搖掛 屎 左 筒 打